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的州跟现在地级是相当 但韩宇既没有组织力量捕杀鳄鱼 也没有给村民普及防鳄知识 他的手段很特别 唐县宗延间韩宇被备朝州刺食 到任后清门鳄西有鳄鱼出目 沿岸百姓的牛马都被鳄鱼吃 韩宇关心百姓疾苦便搞了一场祭祀 他命人把一只羊一头牛头到溪水里为鳄鱼 然后写了一篇纪文 当场宣读 纪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赐使受天子民 守此土 至此民 而鳄鱼悍然不安息谈 聚处十民处 雄 始 鹿 章 以肥其身 以众其子孙 与赐使抗拒 真为长雄 赐使虽弩弱 亦安肯为鳄鱼低手下心 行行献献 为民立休 以偷活于此邪 且成千子命以来为例 故其事不得不与鳄鱼贬 然后他献鳄鱼七日搬离 他有礼有节 语气强硬 鳄鱼有之 齐听四十言 朝之舟 大海在齐南 京 藤之大 虾 谢之戏 乌不归荣 以生以食 鳄鱼昭发而息之也 今与鳄鱼曰 近三日 齐律丑类难写于海 以避天子之命令 三日不能 至五日 五日不能 至七日 七日不能 始终不肯习也 始不有此时 听从其言也 不然 则是恶于冥顽不灵 此时虽有言 不闻不知也 夫傲天子之命令 不听其言 不习以避之 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 皆可杀 此时则悬财 近利民 操强攻读史 已与鳄鱼从事 必尽杀乃止 其无悔 他向鳄鱼们七天之内 必须全部搬离 否则便要赶尽杀绝 通读十二院古文官职 这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篇文章 鳄鱼危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要么捕杀鳄鱼 要么避而远之 哪有给鳄鱼为时候写篇文章劝鳄鱼搬家的 还要限定七日内搬完 臣是匪夷所思 结果如何呢 据传说 不久之后 鳄溪之水溪千六十里 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 这种传说自然不可信 最大的可能是祭祀完毕 不了了之 若真的有这场祭祀 那一定是一次官员的作秀 有种观点认为 此文表面是权戒鳄鱼搬迁 实则便是当时祸国殃民的贪官无力 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 仅凭韩玉一个刺史 就能肃清励志 整顿潮州官场 这恐怕也太天真了 作者虽然关心民间疾苦 对他官无力满腔愤改 但他作为一个贬折之臣 虽心有余 而力不足 这就是为官的无奈之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和张默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和张默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